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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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果金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啊 要開箱的部分是這個 屠龍者寶箱 也就是屠龍者獎勵箱 好 首先我們打開PS模擬器 進入到遊戲中 那我們首先打開一下我的包包 我的包包已經有這個屠龍者獎勵箱 126箱 那這個箱子可以開到很多道具 然後裡面的大獎有這個紅布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官方的一個介紹好了 大家為介紹這個寶箱 那這個寶箱是在 8月9號更新之後啊 大家把這個四大BOSS 改版都是能力提升 然後追加這個掉落物 像這個大腳 大腳馬優 改版變成殘酷的大腳馬優 巨大飛龍也改版了 就是大腳飛龍 還有伊弗利特 還有布什鳥 這是這隻BOSS啊 都改版變強 然後再 然後他另外還有一個機制就是 如果成功的把他們幹掉啊 就會有這個 毒龍者獎勵箱 就是我剛剛那個箱子啊 就是今天要開的箱子 就是有摸到然後在 那個畫面然後BOSS死掉 就會發這個獎勵箱到你的包包裡面 直接送到你的包包 不用在那邊搶 在那邊撿這樣 那這邊有講說這個 針對四大BOSS死亡時候 存在於畫面解除某個角色啊 如果你要活著 然後在他的畫面裡面 就有機率 就會獲得這個道具啊 如果你在一些奇怪的位置 就有可能會無法獲得 那這個箱子 它裡面有分為必定獲得的道具 跟機率獲得的道具 那必定獲得的道具就是 這些硬幣跟卷軸 那機率獲得的道具就是 有機率開到紅布啊 還有藍布 還有可以你的藍布 還有這個五房捲 還有柱順之類的 這個是他的機率一個 一個 這好像不是柱順 普通的選手嘛 還有龍之尊豬啊 啊最大講就是紅布啊 紅布得交易 還有這個藍布得交易的 好 那我們 現在就來開一下這個 這些箱子啊 因為我累積了126箱嘛 126箱 很多箱的 我們現在就來開這個箱子 拿這個就是紅布啊 這個是打Boss噴的 不是箱子開到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126箱可以開到的 先放來一下秒了 好 26箱 閃記16是這個 好 下來啦 還是我要點一下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東西 感覺還是一樣 不一樣的東西嗎 不講一下都不是一樣的東西 啊100箱 走實 不會吧 那麼黑都沒什麼道具 會不會突然 突然出現一個紅色的紅布啊 哎呀 然後扛咧 隨機 道具都沒開到嗎 嗯 差不多開60箱了 都沒東西 還用點掉了 哎 這是我的 網家會不會 觀眾會不會以為 我的畫面停住啊 事實上不是欸 是因為大家都開到一樣的 所以 畫面都顯示 這些東西 你看 開到兩個珍珠了 哦 哎呀 沒有公布啊 所以我開了126箱 只開到兩個融資珍珠 哎 這機率是怎樣啊 獲得兩個融資珍珠 哦 還是有機率 可能是0.1% 1%的機率啊 其他的可能是0.幾% 那我之前還有開過那個 祝孫啊 不知道忘記是不是 應該是 應該不是顯 閃亮的 因為他有一個活動也是 打村莊裡面的BOSS 應該是村莊裡面 啊這邊 這個野外的BOSS的箱子 就是開到這兩個珍珠啊 這就是這一次的開箱結果啊 藍布怎麼都沒有 紅布也沒有 只有兩顆珍珠 還好耶 還有兩粒啊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開箱結果 謝謝大家 掰掰 以上是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點選喜歡 並訂閱頻道 感謝你